大巨蛋外不少人 骑自行车经过 不过这段自行车道 却被多位民众投诉 地砖实在太滑 那我们就骑UY回家 应该是在大巨蛋的那个前面 那我的车就打滑 整个飞出去 有民众日前与家人 骑脚踏车 行进大巨蛋外的自行车道时 疑似因为地面瓷砖太滑 两人纷纷摔倒 不止西装被磨破 膝盖瘀青连指甲都断掉 那个保全看到我的时候 因为他说在那个地方 经常有人摔跤 然后起来常常是满脸的血 光是一年内就有44人 在这滑倒摔车 毕竟台北市自行车道 通常是采用混泥土地砖 然而大巨蛋外却是陶瓷面砖 防滑系数更是不合格 防滑系数也非常的不够 而且是违规的 因为一般呢 防滑系数要到0.75 但是它的防滑系数 测出来只有0.73到0.75 原本远雄园区那个地方 它是没有自行车道的 它是广场的地砖 那现在就是说它有防滑系数 在相关的规范里面 它是符合资格 都到远雄去做开设 布置自行车道 置物柜同样被点出问题 如果是周董演唱会的话呢 就是四百个人要抢一格置物柜 也就是说我们大巨蛋啊 小巨蛋又或者是北流啊 这些场馆的置物柜 是严重不足够的 因为就连可以容纳1.3万人的小巨蛋 置物柜起码也有144个 场外还是出现了 寄物摊贩等问题 反观可以挤满四万人的大巨蛋 场馆内却只有60个置物柜 就算加上周边捷运站 总共也只有92个 怎么够用 就看大巨蛋如何改进 Sansion 和蔡薯终止函 特别想 爆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